孩子有好的托育和学习 家长才能够安心工作 新竹县持续完善学前教育 第十座非盈利幼儿园 将盖在竹北市博爱国小内 三层楼的幼儿园未来招收两班 三岁到五岁 一班两岁专班 可以提供64名幼儿就读 靠近操场边 900平大的国小校地 即将要盖博爱非盈利幼儿园 让竹北地区家长能安心托育 我想家长们都非常关心 我们的非盈利幼儿园 为了打造我们非常优质的 学前教育环境 新竹县已经在四月份 已经绝标了我们第十座的 非盈利幼儿园 就是我们博爱国小的 非盈利幼儿园 在博爱国小隔着操场 跟我们一般国小的教室相对的 就是我们新的非盈利幼儿园 这个幼儿园的面积是 3000个平方公尺 预计会在113学年度来 开始招收我们的新生 新竹县第十座非盈利幼儿园 临近光明六路盖在小学内 中央核定6200万 目前完成工程发包 下周动土兴建 预计盖三层楼 一二楼厨房 保健室和四间教室 与儿童活动场域 三楼多功能中心 未来招收两个三岁到五岁班级 一个两岁专班 预计113年提供64名幼儿就读 那我想非盈利幼儿园的成立 能够让师生更多的在校园的当中结合 并且在这个学区内的学生 也可以更多的适应我们国小的环境 那在这个非盈利幼儿园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它以拱门的造型为一个入口处 让孩子们更多的体会 进入拱门了之后的几何图形 营造出这个幼儿园的特色 博爱非盈利幼儿园 力拼明年七月底前完工 第一胎学费月缴不超过两千元 平日下课还有延长照顾服务 要让双亲家庭无后顾之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